成亲王李道宗 被秦营骗出府 扣在大钟底下 他以为能够保住性命 秦想这回可太平了 哪知道 秦营一看 李道宗上当 冲着远处一摆手 帮我出来吧 紧跟着 这几家小国公 登登登都出来了 耍前那几个老百姓 也站起来了 那可不是老百姓 那是当兵的 他们各自抱来 干柴细草 撒上硫磺燕消 就把这口中团团围上 这是程咬金走了过来 秦营啊 进去没有 都进去了一点没剩 好 里边太凉了 他宿舍太大了 给他热乎热乎 加这温 是啊 马上有人取过火石火莲火龙 啪 把火就点着了 这草呼呼呼呼呼呼 住起来 李道宗刚才连跑带惊吓 惊魂刚定 嗯 舅舅的钟啊 热了 这怎么事 外边砰砰砰砰有脚步声 但是你听不太紧 这钟靠的 太闷了 越来越热 不好 通神是汗 他可喊上了 秦营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热呀 快放火出来 帮帮帮 敲啊 没有用 李道宗此时明白了 我又上程咬金的当 这几家小国公 他听成咬金的 可这阵啊 他好像 幻然蒙醒 晚了 看来 是害人呢 如害己 不是不报 是时辰未到 本来我好好当我的王爷 就因为娶了个苏美人 贪恋美色 听信苏美人的残言 陷害罗通 结果我的女儿都被苏定给打死了 我没报仇 我还信这个肩负阴妇的话 哎 玉池公是干国忠良 一头疯死 那罗通与我有什么仇啊 结果被掐肩入狱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 哎 这是玉池公和我的女儿向我索命来了 到了这一阵 后悔没用了 这呼呼呼呼 越着越忘了 这几个小孩在外边 进去 这个高兴啊 这钟都快红了 里边没动静 陈老金说停 快快 涉活涉活 呼啦 把这 烧焦的探望旁边一扑了 过了一阵 用水化 把他焦凉了 然后 用杠子 铁锹 把他顶起来 把钟翻个 再看李道宗 剩不得点了 烤的 行了 找个框 当兵的 把他放里边 抬走 干嘛 交差去 孩子们 我告诉你啊 这是天火烧的 懂不懂 天火烧的 对 走走走走 就这样 程耀金 上了马 赶奔 罗通府 见着罗通 就把火烤李道宗的事 说了一遍 小国公也说 这回可报了仇了 罗通 长城的出了口气 什么也没说 到了第二天 天还未亮 满朝温武 都到了武门 干嘛 陪着皇上 到教场 点兵 就这样 鸽子上马 很快来到教军场 到这一看 可了不得了 君族早在这站好 昨天晚上就在这等着 哎呀 冰死冰山 将如将领啊 窥层层 甲层层 旌旗招展 后代飘扬 一个个威风凛凛 等着皇上 元帅到 随后 有人喊了一声 时辰到 皇帝登上典将台 拿起金牌 由薛丁山 拜发了金牌 皇上亲自给他 挂在了前胸 皇帝也冲他 丙丙手 然后皇帝 搭侧座 军事在一旁 由元帅 点将 薛丁山拿过 花名册 刚要点名 就这个功夫 程咬金几步就来到了 李世民进前 七色万岁万岁 陈有一事并明 嗯 李世民心的话 多不是时候啊 人家元帅点名 你闹什么 还 什么事这么急 万岁 陈要不说就来不及了 我马上随二股元帅出征 必须将此事说起 讲 呃 成秦王李道宗 做谷了 哈 我的皇叔 是怎么过去的 呃 这个 江 啊 他这么事 呃 昨天晚上啊 我去查看两台车 我就转到了西边那个破庙呢 破庙门前呐 呼呼呼呼起起火 我说怎么回事呢 这我有不少人看 我一问才知道 说呀 这有一口钟 不知道怎么 天降大火 天火把这口钟给烤糊了 我一提鼻子 有股味 我就知道不好 我怕出事 我说快快 把火灭了 把钟翻过来 我看有什么精灵 一方个 我一看 里边有个人 我仔细一看呐 哎呦 正是老皇叔 成秦王 不到成秦王 怎么就躲在钟里头 被天火烧糊了 哈 李世民又难过 又生气着 青筋秃秃秃直蹦 程好奇 你怎么知道 被烧糊的人 就是我那皇叔 是他 快 派人 到府里去问问 很快 有人提快马 到李道宗府 问 成秦王在没在家呢 家人说了 李道宗啊 被亲英领走了 再就没回来 李世民什么都懂 这又是 程咬金干的事 是啊 一定是 程咬金出主意 叫我那 狱外上 亲英 把李道宗 骗走 不知道怎么 给弄到钟里头 然后放把火 愣说是天火 把人烧了 是啊 先皇 封李道宗 没有杀他的刀 没有砍他的剑 见天不死 见地不亡 他把他扣到钟里 弄死了 你说我怎么怪着他吧 又一下 李道宗不死 恐怕罗通 未必能认 二路先锋 既然已经死了 算了吧 顺水推舟 也是他 最有应得 来人 赶紧告诉府里的家人 将我那皇叔 抬回府去 好好成练起来 这阵 周围的群臣 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皇上一转脸 看见了 程咬金 心里着恨 程咬金 你算真行啊 写万岁 你写我什么 李师妹说我没封你 你说我真行啊 我得按字 领赏啊 程咬金 没事了 仇我也报了 他悄悄看看 罗通 罗通这块 站着 这阵 元帅开始点名 头一个先锋官 一直点到鸭梁 运草 程咬金 一个也不少 放下花蒙策 中三军 此番 我等奉命出征 只因西梁六国造反 围困索阳官 投入元帅 被困成礼 我们前去解围 我们要人人费勇 各个当先 再反军兵 刀枪并举 齐声可歌 奋勇杀敌 保护江山 升阵 昌空 出兵 大 咕噜噜噜 三声炮响 先锋官罗通 走下 点降台 早有人带过斯江 抓将在手 帮个人等 乘跨坐地 带领先锋队 嘰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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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交 冲出教场 干嘛 风山开道 groups 先走了 紧跟着 后队人马跟随中军寺原帅 人马最后是压梁运草 皇帝走下降台再三嘱咐丁山 二龙元帅 祝你们七开得胜 马到成功 寡人在十里长亭 为你们设宴迎接 不老万岁丁竹 龙体宝重 说完任登上马出发 就这样 人马浩浩荡荡离开 坝水长安直奔御门关 十万大兵可不都是从长安出发 各地调兵中途有归队的 形成了巨蟒长龙 前边是罗通 没等到御门关就接到了折报 说戒牌关已被七粮六国人马占领了 当初戒牌关被罗通夺回来了 现在人家又把他占去了 此时罗通心急如焚啊 他想 我离开索阳城的时候 城里就要断吹烟 没粮食了 那么现在又数月 是不是全臣将士都饿死了 能不能苏宝童把索阳关攻破 恐怕那些人都没命啊 哎 我是活命了 他们怎么样 我快点打过戒牌关 到索阳关那看看 真若是全军覆没 我可成了罪人了 所以他的先锋迎走得特别快 他这一加快脚步 不休息把大队人马就给损下了 本来大队人马就慢 还有家属呢 谁来了 前往我讲过 薛丁山的母亲跟着呢 后边再有两台车 本来就慢 加上罗通走得快 一下脱节了 一晃数日 这一天 突然云升西北 雾涨东南 狂风大作 山雨未来风满楼啊 这风刮的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啊 飞沙走时 连眼睛都睁不开 战马也昏昏暴叫走不动 勉强着 走了少半日 突然下雨 十六道闪 喀啦一声雷 啥时间像翻倒天河一样 又像把那锅打漏了一样 哗哗的往下漏了 人马骄的全都透了 前不招村后不招店 没有地方携兵 这可怎么办 就在这泥泞中 戚着哭着戚着哭着的 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 实在走不了了 徐茂公说 大队人马不能前进了 咱们也追不上罗通 这么办 找一个稍微僻静之处 安营扎寨 先歇一歇 等雨停了之后 我们再赶路 好吧 转了半天 找这个山坡下 这块树林子还挺密 临时安营扎寨 支起帐篷 徐茂公啊 程晓津呢 都能够到里边避避雨 这边扎省元帅大帐 君族想埋国造饭都不行 一没有干柴 二十外边 这个天老这么下 吃不上饭 打出干粮袋 吃干粮 有的是炒米啊 炒面呢 也有硬饼 弄点雨水喝 就算凑合了 好不容易挨得了 天色已晚 这雨已经小了 稀稀拉拉的 人们出去办点什么呢 就算不挨礁了 薛定山跟君士说 我看今天咱们就歇着这吧 是啊 只能在这安歇 明天天亮起城 就这样 薛定山不放心 在外边转了一圈 看了看 没有问题了 是啊 安营扎寨 高防困手 下防水烟 树木狼林防火攻 随上挨着树林子 下这么大雨 没事 这再回到自己中军大战 摘一回卸甲 把金牌摘下来 这些这金牌 一直挂在贴身里头 为什么呢 自己保护 更主要的是东西 太金贵了 也怕有闪失 今天里边衣服透了 必须得摘下来 擦干了 放在枕头边上 衣服也都拧干了 有铜儿给烤一烤 晒一晒 换身干净衣服 吃罢晚饭 太乏太累了 薛定山倒头睡着了 这一路上 他精神又紧张 又累 所以这一觉 睡得特别实 特别沉 直到次天光放亮 他才醒了过来 外边雨过天晴 阳光灿烂 临终百鸟提旋 这一觉 哎呀 借过法的 精神觉得特别好 赶紧穿好这衣服 伸手拿金牌 这一摸 哟 薛定山吓得魂飞天外 怎么 金牌 宗祭捷舞 嗯 我放错地方了吗 不能吧 他翻了半天 怎么看也没有 哎呀 可坑死我了 我算什么龙虎双状呀 我算什么 二龙元帅 什么杜炸凹头 那都是胡说八道 这金牌 我都没看住啊 枕在我的头底下 愣叫人弄走了 我什么也不是 丢金牌等于丢了二龙元帅印 我还到前敌去啊 叫人笑话呀 要是朋友跟我开玩笑 说明我睡觉也不机灵啊 身为元帅睡觉 得有根神经也得明白 如果是敌人 那取我脑袋 如探囊取物 这可如何是好 哎呀 他很聪明 他没告诉军事 虚记虚冒功 他跟谁进呢 程晓晋 叫中将官去 把成千岁请来 程晓晋早就收拾利索了 一听丁山叫的 乐乐呵呵进来了 二龙元帅 爷爷 在自己屋 您别怎么样 丁山丁山 休息好了 找我有事的 爷爷 大事不好 我的金牌丢了 金牌放哪了 是这么这么回事 哎哟 哇 我呀 你这交税太死了 金牌 是谁拿走 我哪知道 找着找着 哟 当时吓得魂飞天外 身为元帅 丢了金牌 等于丢官 霸直 他没敢声张 把程晓晋找 程晓晋一听 也吓了一跳 孩儿啊 你这叫也 睡得太死了 怎么能把金牌丢了 老人家 你埋怨没用 快想发吧 这金牌 谁拿走了 是啊 程晓晋转来转去 忽然发现 有一张纸条 他拿在手里 打开 左看 右看 哎哟 这金牌是什么 爷爷 您看到了 到了 是啊 我外看这玩 等你一看吧 薛定山接过来一瞧 上边是四句话 是这么写的 盗取金牌 回高山 某家只为报仇冤 有着一致 能血恨 铜宝大唐 赴鞭官 哎呀 这什么意思呢 爷爷 听明白没有 嗯嗯 听明白了 坏 我们这是 驻扎在深山老林 就忘了 风山有林 玉岭藏寇了 哎 这句话也乖 为了报仇冤 还铜宝大唐 副鞭官 既然要报仇 跟大唐官军有仇 怎么还要保大唐副鞭官呢 这人是非敌 非有 嗯 我懂了 咱们应该啊 往深山里去 可能是被山贼 给盗走了 好啊 你别怕 既然他说 铜宝大唐副鞭官 他就不会把这金牌损坏 只要不损坏 咱就能找着 找着就没事了 那 我们大队人马正往前进 咱俩怎么走啊 别跟军事说 我给你出主意 就说呀 这道不好走 我们两个带五百人到前边探探路 看看有没有近路可走 好 注意上 先锋队伍 叫他们在这等着 咱俩进山找去 背不起 到山里就能找着 哎呀 我的爷爷 你心眼太好了 嗯 心眼不好 能活这么大叔叔吗 做好事能长寿 儿子 快走吧 就这样 薛定山收拾锦臣利落 跟军事说 您在这等候 然后和程咬金 带五百人就出发了 天虽然晴了 雨是不下 但是路还不算好走 就这样 两人可就进了山山老林 哎呀 山连山 山套山 林里相连 远处看 藤罗道挂 往下瞧 立石如刀 卧石如虎 一眼望不到头 全是山 程咬金说 别着急 我瞧瞧 哪块有人家 老人家怎么看 要不说年轻得老弟陪着你来呢 上山顶看 往远处瞧 如果远处的天是白的 那就没有人家 要是蓝的 就有吹烟 咱往那找 我瞧瞧去 马登山坡 手打凉棚 往远处看了看 哎哎哎哎 小儿小儿小儿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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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方向走走走走走走 马上加边又走了有十七八里路 果然前边一座 馒头山 山不太高 太险恶了 无法助人家 山上高条替天行道 出把安良的大旗 周围有寨墙 远处有山道 甭问了 嗨 你的金牌就落在这座山上 是吗 好 叫他们出山 薛丁山呢 也生气了 老兵 救阵 哎 山贼草寇听阵 现有我家将军在此而等 赶快下山 打话 话音刚落 就听到 一棒铜锣响 紧跟着寨门 支妞妞分为左右 吊桥 趁平从上边 跑有三百多名楼楼兵 来到了山下 人家把寨门已经关闭了 薛丁山赶紧带人往后撤 眼前是片 平川地带 这块是沙土地 挺干爽 也没有泥土 就裂开了阵势 只见这伙人 一次长蛇事 压住阵脚 薛丁山一瞧 呦 这会儿楼楼兵可不是一般人 全在二十望上 三十望下 血气斑刚 正在年轻 一个个 头上 青色圈 啪照头 网了个 像鼻子疙瘩 身穿青色短靠 寸牌骨头纽 前胸白月光 前有楼 后有兵 有的拿双手带 有的拿 斩马刀 哼 一个个 眼珠瞪的溜圆 腮帮子 鼓呼着 胸脯子 舔着 七个布服 八个部分 一百二十个布 行火 总之 这都是一棒子 打不倒的 好体格 眼前这么多 楼楼兵 看得清清楚楚 薛丁山在马上看着 心里琢磨怪了 怎么光有兵没有将呢 推 楼兵 你们的寨主 在哪呢 就在这这 就在他眼皮底 有人说话 哎 我说你挺大眼睛 白长了 鼠螃蟹的 眼睛都长顶上了 我在这呢 下回 接着说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